各位观众朋友 大家下午好 欢迎收看Dedit TV 陪我们一起踏上这一趟的求学征途 我是陈丽婷 那今天我们要带来的是 中午的试卷2 到底是什么样的试卷呢 这个卖个关子 待会我们的老师会跟大家仔细地讲解 不过这里先介绍今天的老师 她来自甲东卫星市国中 林佩芬老师 是华文课主任 那林老师她已经有丰富的教学经验 长达27年的执教经验 所以非常期待林老师 接下来给我们带来的一系列的讲解 我们来了解一下林老师的简历 我们今天隆重欢迎林老师 林佩芬老师您好 林老师 好 丽婷好 是 林老师说话就特别地有活力 而且精神异议给我们准备了丰富的课文 但在开课之前 我们请林老师跟我们一起先来消毒手 好 谢谢丽婷 那我脱离学校太久了 不晓得这怎么一回事 这试卷能请老师跟我们大概讲解一下吗 那新的这个SPM 2021的是一个新的格式 那它的第一个部分是现代文理解 现代文理解里面有概述跟简答题 然后第二个部分就有古文 然后第三个部分是韵文 那今天我会带来跟大家分享 是这个《四卷二》里面 现代文的阅读理解 是 而且我提前偷看了一下老师准备的教材 那今天我们特别地有趣的是 不只是现代文的理解赏息 我们还可以赏息到世界名画 对 意大利有名的名画 大家再请老师来揭晓 对了 不过我也很想听听 其实学生们对于这一堂课 到底他们有哪一些想法 或哪一些疑惑 我们一起来听听 好 相信很多同学都认为华文 是一门非常难掌握的课目 而对我来说 在考试当中 说明文一直都是我的硬伤 因为我认为说明文是非常有知识性的 所以要在文章当中去找到答案 是蛮不容易的 我认为这个就是说明文 比较难掌握的部分 而作为2021年的SPM考生 疫情带给我们的影响 其实非常的大 但在这个困境当中 我们都要继续努力地学习 在这里我也希望 我们可以早日度过疫情 安全地回到学校去硬讨 谢谢 是的 我深信您的愿望可以达到 因为今天老师非常的用心 准备了一些跟说明文有关的 这个理解和赏息的技巧 不过在这之前 其实今天这堂课 也有六位同学会跟我们一起来上课 我们请我们的摄影棚里头的工作人员 来试着跟这六位同学连线好了 看看是哪六位同学 他们同样来自甲洞卫星室的国中 好 希望说可以看到同学们的面孔 来 我们试着连线一下 同学们在线上吗 有了 一 二 三 四 五 怎么好像少了一个人呢 那一个同学可能就还没成功连线是吗 凯莉 同学 跟大家打个招呼好了 凯莉往线 哈喽 大家好 OK 好 我们请同学一个个自我介绍好了 哪位同学要先 来 亲 WS 请问是 文轩 文轩 你们好 我叫文轩 来自甲洞卫星室国中 好 下来这位同学 欣宜吗 嗯 欣宜 来 欣宜听说 大家好 我叫黄欣宇 我来自甲洞卫星室国中 黄欣宜啊 好 再来这位男同学是 大家好 我叫周剑宇 我来自甲洞卫星室国中 剑宇 声音很小 好 那声量有点小 待会同学设法提高声量 再来还有一位女同学是佩燕是吗 是佩燕吗 佩恩 佩恩啊 欧阳 欧阳佩恩 大家好 我叫欧阳佩恩 来自甲洞卫星室国中 我特别喜欢欧阳这个姓室 好像看武侠小说 习惯都叫欧阳 欧阳也叫名字 好 再来为二的男同学是王什么呀 王同学 大家好 我叫王正夜 我来自甲洞卫星室国中 王正夜 最后一位同学是哪位呢 凯莉 请说 她听不到什么 凯莉可能会打开这个耳机 凯莉 我看到中文明 听到吗 凯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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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让我听听你的声音 大家好 我是廖凯莉 廖凯莉 我是来自国 是国中 好 六位同学好 那今天很高兴 就是有六位同学和老师 跟我们一起来上课 我们这里先休息一下 稍后回来 我们直接进入这一堂课程吧 不要走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友谈 janganlah duduk seorang diri macam itu jadikan PKP ini peluang untuk rapatkan balik hubungan telefon kawan-kawan, tanya kabar kalau ada masalah, jangan pendam kongsikan, minta bantuan kesihatan mental juga sangat penting untuk kita jaga tambah lagi dengan situasi COVID-19 ini amalkan 3W, Wash, Wear and Warn dan elakkan 3S, tempat sesak, kawasan sempit dan sembang dekat-dekat kekalkan kecegasan dan jaga kesihatan anda sama-sama, kita jaga kita budayakan norma baharu bersama-sama kita putuskan rantaian COVID-19 selamat menikma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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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投入她的話裡面 所以就引起了我的好奇 我說她有這樣的一個想法給我 我是否應該要把它傳達給我的學生 好啊 我想洗耳恭聽現在 我們先來看今天老師帶來什麼名話 這是老師的自我介紹 那我先從這個事件那邊談起 為什麼今天會顯神秘的微笑 作為我今天要教的課 那之前我在上一次的時候 上一個節目裡面見面的時候 也跟大家談這個現代文理解 不過上一次我選的是議論文 這一次我就選了說明文 那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同學們 能夠閱讀與深究說明文的內容 然後再來就是掌握說明文問答題的作答技巧 那我今天要選的就是這篇文章 我們先進入那我這一堂課呢 跟大家分享的我讓六位同學 不是上來跟大家一起跟我一起進行教學活動 而是這堂課呢其實我教過他們了 那我在初步理解裡面閱讀過了之後呢 就佈置了五個問題給他們 那這個五個問題呢 我已經讓他們嘗試去回答 那今天主要他們六個人上來 是代表他們自己跟他們班上的同學 把他們所寫的答案展示出來 然後他們根據老師給的標準答案進行判斷 判斷他的答案對嗎 或者是不符合要求 或者是他同學的答案對不對 或者是符不符合要求 今天我們是一起來作答的意思了 那因為剛才同學們已經談了一些 關於這個空氣透視法 其實正是他們搞不懂的東西 所以我就跳過了這個感想了 那我們直接就進入 我給他們的這個問題是什麼 那我一共列了五個問題給他們 第一個問題就是根據本文 為什麼蒙娜麗莎這幅畫 會被稱為神秘的微笑 第二個問題 達芬奇如何在蒙娜麗莎這幅畫上 體現了以科學的精神去觀察自然的態度 第三個問題 蒙娜麗莎的藝術價值體現在哪些方面 再來請舉出三個例子 三個例子以證明達芬奇作畫的態度 是一絲不苟的 第五題以下是達芬奇的成功因素 過人的天資 父親的栽培不懈的努力 當然這是根據這篇文章所提的 你認為哪個最重要 請說出你的理由 當然這一題是高師題 什麼是學生要發表個人的意見 是 那接下來我會給大家講講 這一篇文章的各段落的內容大意 那順道也帶出這個問題 然後展示同學們的答案 那讓我在座的這六位同學 代表自己 代表班上的同學 下判斷 那一面講內容大意 我們一面的帶出這個問題來 首先我們來看第一段 這篇文章的第一段 他講的是歐洲文藝復興時期 出現了三位美術史上非常傑出的人物 有達芬奇、米開朗基羅跟拉菲爾 而其中達芬奇是最傑出的 所以今天我們就要分享他的這幅畫作 那來到第二段 第二段講的內容是介紹達芬奇 那達芬奇從這一段落他的背景裡面 我們得到了一個結論就是 小時候的達芬奇已經是天資過人了的 可以從哪裡看到 從他在小時候呢 父親就發現他在科學與造型 藝術上有過人的天資 而少年的時候呢 又發現他在繪畫跟雕塑方面 有獨特的天賦 所以每一個過程裡面 父親都怎樣 把他送去給老師 給明家教導 所以最後呢 就把他送到了當時候的著名畫家 韋羅基奧的工廠去當學徒 而他在當學徒的時候 已經畫出了很多出名的畫 可以說是少年成名了 對 少年已經很出名了 那來到第三段 這一段是很關鍵的 那我們來看一看 認識達芬奇一個天才兒童 天才少年 他做些什麼 他非常熱心於科學研究 意思說他很喜歡科學 研究科學裡面的什麼 透視 解剖 還有甚至生理學 琢磨人的內心活動 而臉部的表現 然後畫了很多很多 跟解剖學有關的畫作 也只有揮畫有天分的人 大概才畫得出 而利用這一些 他認真的這種學習 對科學的認真態度 然後呢 最後就畫成了蒙娜麗莎 來到第四段 就進入談這個蒙娜麗莎了 所以從第四段 一直到第八段 我們會看到達芬奇如何畫這一幅畫 那這一幅畫是什麼來的呢 這幅畫是畫了一位 城市婦女的形象 城市婦女 記得在十五十六世紀 這些能夠住在城市裡的婦女 一般上都是一些貴族 一些貴婦 或者是一些有錢有事的人 那這個蒙娜麗莎呢 她當時候二十四歲 剛剛女兒去世了 所以就很傷心 那達芬奇要畫她的時候呢 當然我們都不想把傷心的樣子留下來 所以她就想盡辦法 讓她笑 讓她笑 給她奏樂 給她唱歌 給她講笑話 知道一個愉快的氣氛給她 所以就使到她怎樣 露出了一些微笑 她就抓了那一刹那 把這個微笑畫下來 這個微笑畫進了她的話裡面之後 後來的人就把她稱為神秘的微笑 神秘在哪裡呢 老師 因為很多不同的解讀 有些人覺得她笑得特別開心 有些人覺得她好像有一點猶豫 對不對 所以接下來我們就要回答這題問題了 為什麼蒙娜麗莎這幅畫 被稱為神秘的微笑 那我們看一下 那標準答案應該是 因為畫上所呈現的笑容微弱 平靜 表現出一種金詞的美 耐倫尋味 這是標準答案 那我們看一看接下來所展示的 這些是同學們 我的同學同學們的答案 那我們請一位同學朗讀 讀了之後判斷一下對與錯 哪位同學呢 來 哪位同學要 哪一段是你們的答案 誰的答案 來 聽一聽 第二段那個 因為畫上蒙娜麗莎的微笑 是誰嗎 是哪一位呢 看不到 有嗎 老師 好 請說 好 凯莉 是嗎 老師 我的答案是 看到嗎 她抓摩不清 所以這個抓摩不清 就有一種耐人行為了 所以答案是對的 凯莉的答案 好 凯莉 為你的同學的答案 下一下判斷吧 謝謝 老師是想聽聽其他同學的答案嗎 還是 就讓凯莉來吧 凯莉來 來 凯莉來吧 凯莉請繼續吧 凯莉請說 凯莉 老師 等一下 我的線點卡 是 凯莉請放大一點聲量 聲音 讓我聽聽你 是 好 或者這樣吧 老師 聽到嗎 可以嗎 聽不到 聽到 聽到 好 請說 凯莉 好像那個訊號不是很好 對 好 不要緊 凯莉妳就聽我來唸 然後妳下判斷就好了 所以第一個答案 來自同學們的答案 畫中 蒙娜麗莎的微笑 被稱為神秘的微笑 是因為 雖然她的畫裡 在畫裡的笑容是微弱的 卻散發出一種 發自內心的愉悅神情 愉悅神情 平靜 安詳 卻又隱藏著 令人抓摩不透的情緒 第二個答案 因為畫上的 蒙娜麗莎的微笑 是富有的魅力 微弱的 情緒毫無波瀾 表現了一種金詞的美 第三個答案 蒙娜麗莎被稱為神秘的微笑 因為達芬奇在畫這幅畫的時候 用心觀察了麗莎夫人的微笑 細節 然後用自己的知識 畫出麗莎夫人的微笑 是的 所以哪一題答案是符合標準的 或者是全部都符合標準的 我看老師直接來揭曉 直接來揭曉 好 所以第一個答案是符合標準的 第二第三是不符合標準的 為什麼呢 因為沒有達到神秘跟耐人尋味的 這個要求 所以他沒有回答到這個神秘 第一 第二答案有 因為他有抓摩不透的情緒 第二第三沒有 他直接就是敘述 說明白了 坦白說可能這幅畫要理解它 還真的是不容易 因為這這麼多年來 每一年都有人在研究 那試圖從科學的 或者自然的角度去剖析它 尤其是老師剛才文中 不斷談到一個矜持 為什麼我們現代的女孩子笑 我們都是哈哈大笑對不對 但是從前的婦女好像矜持許多 到底是為什麼呢 我們先休息一下 回頭請老師來告訴我們 你的面子 一定要永遠 那楼最大的 最大的 小難鬆 好 expose DidikTV KPM Apa itu disinfeksi? Disinfeksi merupakan tindakan pembersihan permukaan yang tercemar dengan kuman menggunakan bahan disinfeksi komersial yang mengandungi 70% alkohol, cecai peluntur yang mengandungi 5% kepekatan sodium hypochloride atau sabun pencuci. Permukaan yang kerap disentuh dan perlu dilakukan disinfeksi adalah tombol atau pemegang pintu, susur tangga, sinki, kepala pipe, suiz lampu, pemegang flash tandas, meja, butang lift, kerusi dan sofa. Alatan yang perlu disediakan termasuklah mop, balik, kain lap, bahan disinfeksi komersial, air, potol penyembuh, sarung tangan getah, penutup hidung dan mulut, dan penyetut habu. Terdapat pelbagai jenis bahan disinfeksi komersial dan penggunaannya adalah berbandukan kepada label pada botol. Contohnya, sukatan untuk cecai peluntur adalah 1 liter cecai peluntur ditambah dengan 9 liter air. Persediaan pelindungan diri sebelum memulakan disinfeksi Cuci tangan dengan air dan sabun Pakai sarung tangan getah dan pakai penutup mulut dan hidung Disinfeksi boleh dilakukan secara lap, mop atau semburan Disinfeksi secara lap dan mop dilakukan dengan cara pergerakan sehala Peringatan Pastikan anda tidak menambah bahan lain ke dalam cecai disinfeksi bagi mengelak tindak balas yang tidak diingini Setiap bancuan cecai disinfeksi hanya boleh digunakan sekali Cuci tangan sebelum dan selepas melakukan disinfeksi Buka tingkap untuk aliran udara selepas melakukan disinfeksi D-Day TV KPM Terima kasih telah menon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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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笑很奇妙 不管我们后人 现在看的人 有些人看着 觉得他有笑 甚至有些人觉得 他没有笑 那有些人又觉得 他的笑好像带有 讽刺的感觉 有些人又觉得 他的笑很美 或者很平静 每一个人 好像带着不同的感觉 感受去看 都会有不同的感受 所以才会使到 他被译为神秘的微笑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诠释 那从前的女人 到底是怎么的微笑 为什么会这样 我们来看一看这幅画 这幅画就是在当时候 标准的欧洲女人的画像 那个时候 其实妇女的行为 是很多被越数的 她们不可以随便的 展示自己的情感 所以你看 这个女人她是要订婚 为了订婚而画了一幅画 原本是应该喜事在上了 对不对 应该面临着喜事的人 应该是很开心的 但是偏偏她却目无表情 哀板目无表情 这个是当手标准的作画 女人不能流露太多的情感 而我达芬奇 她没有 她不画这一般 她就是要把情感 带入她的话中 因为她追求真实和自然 她追求自然 所以她为了要让她的话自然 除了让蒙娜丽莎能够笑之外 她就去研究解剖学跟生理学 就人笑的时候 那个肌肉是怎么样的牵动 对不对 研究整个脸部的肌肉 怎样扯动 是 那个肌肉的线条 就是很求真的一种精神 另外一点 另外一点 在第六段里面 也提到了她在构图上 那她也做了一个创新改变 什么改变呢 一般的这个 当时候流行的这个画像 它是侧面半身的 但是呢 蒙娜丽莎这幅画呢 它是正面半身构图 而且它略为上升下势 把焦点上升下势 所以无形中就成了一个精致塔形 非常的稳 那一种这样的透视法呢 一种这样的这种 高点看 然后用几何图形的 这种构造画的话 就使到这个蒙娜丽莎 选得很稳重 然后很端重 再来我们看一看 这手放手 有没有一种感觉 想要摸一下 它是真的还是假的 感觉柔弱无骨 所以你看 这双字幕 精确丰满柔韧的手 是怎样被画出来的呢 就是因为达芬奇 他研究了解剖学 所以知道人的这个 皮肤 肌肉 筋骨 血管 是怎样的 所以才能够把一双手 画得这么样的 许许如生 许许如生 对了 像拍照那样 而不是像画而已 拍照我都觉得没有这样真 拍照也是起画像的 来 那第八段里面呢 他就谈到了这个 弘纳丽莎的衣着 那他衣着呢 没有华丽的衣着 不过呢 达芬奇却把他的衣服的这个条纹 折皱 纹路 画得很清楚 很仔细 所以他看得到 他没有 只是着重在脸部表情 衣服他也很细心 很认真的去画 这是一点 那个折臂就是那个细节 那个皱纹 这个衣服皱起来的时候的样子 第二点 他在这个背景的处理上面 就用了空气透视法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两幅画的对比之后 有空气透视法 背后朦胧的话 蒙娜丽莎就清楚了 如果没有的话 你看蒙娜丽莎就融进了 这个背景里面 而不是被凸显出来 所以这个就是 空气透视法的妙处 而这个空气透视法 是达尔文创造的 那来到这个第八段之后 对蒙娜丽莎这幅画 已经讲完了 那我们来看一看 在达芬奇画这幅画的时候 他如何体现科学精神 去观察自然的态度 所以我们的标准答案是 第一 达芬奇改变了 以往交相画的一般构图 来画蒙娜丽莎 第二 达芬奇用空气透视法 来加强蒙娜丽莎形象的地位 第三 达芬娜丽莎的手 被画得那么精确丰满 完全是符合解剖结构的 所以老师意思是说 在考试的当儿 很可能就会出现 这样的题目 他就会问说 到底达芬奇怎么样 在这幅画上体现 用科学的精神 去观察自然 所以如果我们好好地理解文章 其实问题一定会跟着 文章的这一个脉络 对 来出的 但我不知道同学的答案是什么 我们来看一下吧 OK 那我选了三个答案 OK 来 是谁的答案 自首 有吗 同学 好 看到你的手了 来 金仪 请说 来 金仪就直接读吧 然后判断 第一个 第一个那个就是我的 第一个就是你的 OK 选到了你的第一个答案 来 你的答案什么 读出来吧 达芬奇运用了解剖学 将蒙娜丽莎的手 体现得丰满柔嫩 达芬奇也运用几何图形 让蒙娜丽莎显得更端庄稳重 达芬奇还借着蒙娜丽莎的微笑 探索隐藏在皮肤面部肌肉的微笑状态 好 来 你再为你的同学读另外两个答案 研究空间关系 运用空间透视绘法 使画作更加细腻 第三个 第三个答案来 达芬奇利用解剖学 来详细化出蒙娜丽莎的手 也应用了空气透视法 来呈现蒙娜丽莎的形象地位 仿佛蒙娜丽莎被笼罩在薄雾里 好 你认为答案对吗 老师在考谁 我认为三个都正确 三个都正确 好 因为三个都有点到 对不对 那点到什么呢 我们可以看得到解剖学 对不对 点到了解剖学 那点到了几何图形 也是一种科学知识 所以都有提到科学的精神 都有回答到 对了 空气透视法 然后还有再来第三个答案 也是空气透视法 那我在改了这个同学们的答案之后 就得到了一个结论就是 很多时候第二第三的答案 同学都有提到 但是第一个答案就很少见 只有一位两位 我们又选择了 选进来今天 那记得 科学精神指的是什么 主要的科学精神的内容 指的是求心跟创 求实跟创新 所以第二第三的答案 我们会发现它是求实 实施求实 但是第一个答案 其实是创新 创新也是一种科学精神 才会推着我们不断的进步 对 它才会改变 因为它的改变就是要创新 记得吗 前面有两段提到 达芬奇有两个改变 对画画方面两个改变 第一个改变就是 半身图变成 对 侧面变成了正面 另外一个就是 它融入感情 别人画的是没有感情 他画的是有感情的 所以才有两个改变 对 这个答案是 很多同学都忽略掉的 是 鼓掌鼓掌 好 再来我们来到了 这篇文章的尾声 这篇文章第九段跟第十段 已经是一个结尾了 所以第九段里面 他提到了达芬奇在画这一幅 只有77×53厘米的画 却用了四年的时间 所以看得到 他对艺术的追求 他对艺术的那种热忱 他可以舍四年的时间 来画一幅画 之后才会使到这一幅画 蒙娜丽莎这一幅画的 艺术价值 其实如果要讲价值 今天它是无价的 这幅画是无价的 那它的艺术价值在哪里 就是画得生动必争 还有就是达芬奇 通过这一幅画体现了什么 它把科学精神融进了艺术里面 它的艺术思想里面充满着科学精神 就是这篇文章的结尾了 那牵涉到这边 我们来沿着这个线路 看一看这一题问题 蒙娜丽莎的艺术价值 体现在哪些方面 就是刚刚我们看到的 第九跟第十段 就是画得非常生动必争 体现了达芬奇 力主义科学研究的先进艺术思想 那我们再展示一下 同学的答案 好 这是哪一位同学答案 请举手自首 来 有吗 是谁的 让我们看看 看到是 来 文轩 好 这幅画的艺术价值 体现于它精湛的绘画技巧 让画中人物看起来栩栩如生 在完美的技巧背后 更值得探讨的艺术价值 是达芬奇先进的艺术思想 即以科学的精神 去观察自然的态度 第二个 它将自己的智慧 情感 人生理念 精神可求等等 都融进了画中人物 对观众也产生了巨大的震撼力 来 文轩 你觉得你的答案对吗 我觉得第一个答案是正确的 因为它用了生动避震 它用了栩栩如生的成语来代替 是的 那第二个答案呢 我手太快了 第二个答案是不正确的 对 揭晓了 因为主角是蒙娜蒂莎 而且她的回答是 讲的主角是达芬奇 确实如此吗 老师 对 所以你看 文轩在回答这个问题 她是正确 证明她有好好的审题 她有去注意审题 题目是蒙娜丽莎的艺术价值 是这一幅画的艺术价值 那我们看看第二个答案 她将自己的智慧情感 人生理念进行 这个她是谁 达芬奇了 而不是指蒙娜丽莎 这幅画的文章 所以我就看到 同学大概读这篇文章的时候 已经把蒙娜丽莎跟达芬奇 混到乱七八糟了 所以把一幅画当人 也把一个人当画了 是 所以说要理解说明文 其实你要脑袋要一直很清晰 才能知道说 你能不能很切题的回答 是 所以一定要把文录 所以记得这边要再三地提醒同学 审题 审题 审题很重要 好 那在这个审题的当然 这个时候我们也请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也一起来 就回想一下 刚刚这篇文章 所谈到的几个重点 稍后来老师还要继续出题 让大家去解答 看看你能不能也答对 我们先休息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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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di sini pilihan di tangan anda berusaha virus nak tersebar patuhi SOP ikut syarat PKPP lindungi orang berisiko tinggi jaga penjarakan fizikal COVID-19 tak pilih mangsa awak boleh kena semua boleh kena ingat sama-sama kita jaga kita budayakan norma baru bersama-sama kita putuskan rantaian COVID-19 pakai ini atau pakai ini pilihan di tangan anda jangan leka dan alpa kita belum menang awah janganlah duduk seorang diri macam itu jadikan PKP ini peluang untuk rapatkan balik hubungan telefon kawan-kawan tanya kabar kalau ada masalah jangan pendam kongsikan minta bantuan kesihatan mental juga sangat penting untuk kita jaga tambah lagi dengan situasi COVID-19 ini amalkan 3W wash wear and wear dan elakkan 3S tempat sesak kawasan sempit dan sembang dekat-dekat kekalkan kecegasan dan jaga kesihatan anda sama-sama kita jaga kita budayakan norma baru bersama-sama kita putuskan rantaian COVID-19 D-Day TV KPM 进阶的XPM考生 也就是2021年XPM考生 你们所经历的一切 是前所未有的 但是 不要在这个困境中 觉得 要放弃 或者是气壘 我是觉得 无人所说的 飞机 在飞机中 必须有 找到 短机的机会 也必须有 一分 持之以恒 还有 不去不牢 的精神 来应付这一切 机会是留给 有准备的人 在这困境中 我们付出的 每一分 每一秒 每一分的更余 我相信 会给你带来 很好的收获 在这传满 学生 都受到 这个疫情的影响 但我相信 只要大家 坚持 努力 还有一分信念 就是说 机会是留给 有准备的人 就把握当下 就尽力地 把学业搞好 尽力地争取 每一分赢量 尽力地利用 每一个空档 还有 当下所拥有的资源 来应付你的学习 尤其是 现在大家都在 上网课的时候 都不要放弃 不要自强不息 祝大家 能够平安 还有成功地 应考 蒙娜丽莎的微笑 这幅油画 出自意大利伟大的艺术家 达芬奇之首 那到底她为什么得以流传百事 流芳百事呢 朱伯雄就维文写了一篇文章 来剖析 我们请林老师继续跟我们讲解一下 好 那我们来到刚才弦界的第四段 我们题目是 请举出三个例子 证明达芬奇作画时的态度 是一丝不苟的 那这是一题概括题 答案得要概括整篇 刚才我们所分析到的各段落里面去寻找 那标准答案是 一 为了让蒙娜丽莎面露微笑 她请乐师给她奏乐 唱歌 给她说笑话 第二 她把蒙娜丽莎 一文的自然折壁 画得很仔细 第三 她用四年的时间来画蒙娜丽莎的肖像 第四 为了画出蒙娜丽莎的真实形象 她从解剖学跟生理学上进行研究 那这个标准答案在卡要注意的地方 这个题目要注意的地方 就是一丝不苟 一丝不苟的意思就是要形容做事 仔细认真 那你要跟着这个线索去找答案 那我们来看看同学的答案 是哪一位同学的答案呢 请举手 有吗 来 我们速度快一点点 好 请说正业吗 正业的答案 好 来 好 正业 请举手 第一个答案是 因为达芬奇画蒙娜丽莎时 她请人来逗笑蒙娜丽莎 并且努力地使用了四年来完成这幅画 对吗 然后第二个答案 这个答案是对的 但是没有举出三个例子 好 然后第二个就是 她废寝忘食 有时微风吹起湖上的粘移 也会引起她的注意 启发她去修改自己的画作 然后最后一个答案就是 达芬奇花了四年时间 才完成蒙娜丽莎 证明了她反复修改 和刻画这幅肖像 这个答案也是对的 OK 好 其实三个答案都对 对不对 只不过看清题目 我们要三个例子 所以我特地选了这些同学 他忘记了要看清楚题目 三个例子 所以他只举了一个 所以只要他有这三个都对 都是的 OK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整篇文章的见价结构 是什么怎样的 OK 首先这篇文章 神秘的微笑 开头第二段 点出了达芬奇的历史地位 描写了她青少年时代的记忆 辞思了她成功并非偶然的 为夏文的开展设下铺垫 然后后来就第三段开始 以蒙娜丽莎这一幅画为例子 就层层低进地展开本文的主题 那这篇说明文在第三段的时候 其实他点出了三个点 就是认真的态度 科学的精神和他绘画的成就 这个三个点就是接下来第四段到第八段 要说明的了 所以第四第五段他说明什么呢 达芬奇的认真态度在哪里 他想尽办法让蒙娜丽莎微笑 第二他的科学精神选现在哪里呢 就是从解剖学和生理学上进行研究 探索这些皮肤底下脸部的这个肌肉表情 最后就成就了这个神秘的微笑 第六段在认真的态度上 我们可以从构图上看到他力求创新 那科学精神里面他用了什么 科学知识里面的几何图形 最后就成就了这个画像 选得更加的端庄稳重 第七段他在细节上要求精确 所以看得到他认真的态度上 然后在科学精神方面 他用了解剖学 应用了解剖学来画 最后呢画出了这个精确丰满柔嫩的手 第八段谈的是他衣服衣文的这个自然折臂 画得非常的仔细 那也融进了这个科学的精神 就是空气偷视法 那最后呢就加强了蒙娜丽莎的形象 凸显更加的凸显 所以这整篇文章我们可以看得到 他是沿着三个点 看到吗 这三个点认真的态度 我们可以从第四到第八段看得到 那他的科学精神 就是融进了各种各样的科学知识 在他的话里面 才会有蒙娜丽莎的成就 第九第十段就是他的总结了 那总结我们可以看到什么 他带出了达芬奇的认真 然后在艺术上是有很高的成就 然后蒙娜丽莎的这幅画的价值 体现在哪里 体现在他的必真 生动必真 还有就是这个达芬奇立足以科学研究的先进思想 老师做的这个图表 其实也像解剖学 解剖了朱伯雄的文章 非常具有科学精神 是的 因为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同学们一定要养成一个习惯 尤其是在学说明文的时候 一定要掌握一些这些思路图 或者是构图把它解剖出来 那最后我们进入第五题 高师题 那高师题呢 我选了三个这个成功因素 就是过人的添资 不轻的栽培和不懈的努力 那要让同学们说出他的理由 那今天呢 我就从我的这个同学们的这个答案里面 选了好一些 我发现每一个答案都有人选择回答 选择 那我们看一看这些同学的答案 所以每一个答案的选择 我都选了三个 那由于时间上的关系 那我就本来是要要求同学们朗读的 看来时间是不允许的 我自己来了 我觉得过人的添资很重要 人要有天赋 才会知道自己最厉害的地方 在哪里 然后就从那里开始增强 第二个 过人的添资 因为添资是地基 如果没有了地基 虽然也可能从努力中得到发展 但他肯定需要更多时间去培养 也可能没有那么高的成就 第三个 过人的添资是很大的一个优势 是以身俱来的 这即使有些人很努力 也超越不了的 达芬奇的创新 就是那么样的新奇 他是一个添资的优势 这些都是很好的答案 老师已经精选了 我的学生的能力范围里面 可以带出来的 那第三个 第二个父亲的栽培 我认为有了父亲的栽培 达芬奇才能有了好的老师 老师为他传授知识 教他怎么做话 没有父亲为他找名师 他的天资可能就不会被发掘 那父亲发现他的过人天资 才送他去找这个名画家 当学徒 才会有他的今天 然后孩子就像一片白布 父母有责任为孩子上色 所以他父亲从小就栽培他 带他去学习 才发掘他的天资 那第三个答案 就很多人都写这个答案 所以我很感到很欣慰的 就是很多同学都认为 自己不懈的努力 才是最重要的 那我们总结今天 这样的高师题要怎么样 才是回答的好 做的好 就是否先你选项要鲜明 你选了一个 你就要朝那个答案去写 举出例子来 才能够告诉人家 你的看法是正确的 然后可以借用比喻 就像刚才的同学 对吗 白布 白布都是他们的比喻 然后算用对比手法 你可以拿这两个答案里面 之间来对比 然后凸显自己的看法 最后你还可以允进据点 是 所以在作答高师题的时候 我们就要能够有 这样的一种手法 那才能够让你的答案 选得正确 让人家有力 对 有力 能够有说服力 所以老师意思是说 那三个答案都对 只是看你怎么样去说明 和加强它 对不对 今天非常感谢 林沛粉老师 给我们分享 朱伯雄的这篇文章 神秘的微笑 因为我感觉 我不只是上了一堂文学课 我还上了一堂美术课 实在是心里很感动 也非常的谢谢 所有六位同学的参与 因为他们事前 也做了很多的准备功夫 也把他们的答案展现给大家 让我们有了一场心灵上 或者美术上 甚至是文学上的交流 所以非常感谢 林沛粉老师和另一位同学 谢谢你们 我们再见 也跟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说一声再见 那在这段疫情期间 希望大家保重身体 我们尽快回到学校上课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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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